所以有遇到 送不出一個人嗎 Let's go 好 準備了 3 2 1 請熊塞總監宣布 你的品牌叫做是 一個字熊 沒有啦 兩個字 能火 能火 Zan Fire 這是一個火炬的形象 因為我們的熊仔明年 在金銀獎上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績 也就是 夢想成真 夢想成真 我要出席我的幫忙 就是當總監 是不是要忙的事情也很重要 有一些是比較 就是不熟悉或莫名的事 今天第一次跟你們一起聽到這個話 之前是沒聽過 是因為都在忙 保密嗎 保密嗎 沒有啦 就是 沒有啦 能火我當然聽過啦 但總監 我剛剛才講 還有支撐啦 對啊 在支撐 聽著他當總監 之前那個爺爺 就是變成台灣最高的一個國師 那你自己 因為你現在是碩士嗎 你有想要在網上嗎 沒有啦 我不是碩士 我後來我休學了 對 就是 你還會想要再質詢嗎 嗯 就是 爺爺有沒有鼓勵你 爺爺會一直問我啊 對啊 是音樂現在做什麼 我說欸我爺爺我出了新專輯 他說喔好 那你什麼時候 啊啊 回去讀書啊 對 那你有讀書怎麼回答 我 也許我有 如果有時間 我也想要進修音樂相關的 嗯 對 所以他的問題是說 你有沒有要去把學位拿回來 是不是 對 因為畢竟他是 比較就是 學術派 但是我是覺得 嗯 也許未來 會想要就是 圖 純粹是為了自我滿足啦 因為很多人拿學位是為了一個標籤 或是為了 像我爺爺他就是 真的是為了自我滿足 他有沒有說會對自己下敬愛令 因為好像我對自己太嚴重了 沒有 我沒有說我對自己下敬愛令 我說 對啊 我說有下敬愛令的人 都是被自己下敬愛令 我沒有說我 所以有遇到送信的人嗎 嗯 還OK啦